中华武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是华夏大地的精华 其历史渊远流长 一路英明 其光彩辉煌夺目 名震中外 气可撞伤和 事可冲消汗 柔似行云流水 刚如磐石利刃 神意贯通 万物超脱 它不仅是一种竞技体育 而且可健体防身欲敌 其学问博大精深 功夫深厚莫测 魅力无穷 宇宙洪流 天地咬明 均在浑然太极之理 人生于世 寒暑造尸 阴差阳错 多半失于调理 如将中华武术 比作一块五彩绚烂的锦坦 那么太极推手 堪称是锦坦上 一颗璀璨的明珠 其动作轻松自如 连绵不断 其双人推手 更可训练全身神经敏捷 反应迅速 数年成功 功可治四两脖千斤之绝境 王培生老先生 是我国著名武术家 当今的武术泰斗 他从十二岁起修习武学 先后拜张玉莲马贵为师 学习弹腿行义八卦 十三岁入吴氏太极门 拜杨宇廷为师 称蒙王茂斋世祖钟爱 经常给予支点太极内功之绝技 得天独厚 尽得太极之真谛 王培生先生所著吴氏太极拳 畅销欧美流传很广 其中三才门乾坤物济公义书 被誉为一代武学宗师 他在功夫和理论研究方面的造诣 均首屈一指 在国内外武术界 相有极高的威望 王先生 我们这个太极拳的拳架都练完了 我们就是很想能够进一步的对推手 进行一些了解和训练 您看看您今天是不是能跟我们讲述一下 我现在把这个推手两个字 那个字意 就是什么叫推手 推的意思就是动 推是动的意思 动呢 是重字 一个力量 实际叫重量 重量 就是 重量在力学里面讲 就是 速度和距离 产生重量 这是物理的力学 推手也是 就是破坏对方的重心 使对方的重心 由平衡稳定 达到不平衡稳定 相反的呢 也是 对方还要破坏自己 所以自己呢 先要稳定自己的重心 那叫随遇平衡 就是重心既不升高 又不降低 那您说这推手 是不是就是太极拳的祭祭啊 对 这个推手 就刚才我说讲 上边还用太极两个字 什么意思 太是大的意思 极呢 是极点 就大到极点 相反再说 这极呢 又是微小 极微 嗯 就是物极必反 嗯 总的来讲呢 就是大到无外 小到无内 其实就一个圈 啊 圆运动 哎 圆运动 通过圆运动 可以使身体得到健康 啊 现在呢 最新的名词 啊 叫建脑 哦 就是锻炼人的大脑 大脑一健康 啊 因为大脑是指挥全身行动 听从大脑 重心的掌握是小脑 嗯 现在就大小脑 反练 实际上都在头部 嗯 嗯 那您看这样 王先生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初恋这个推手的一种 呃 训练的方法了 呃 要求了 要领了 您看看今天 您是不是能够我们呃 详细的讲述一下 啊 就今天我把这个推手刚才讲的还没有讲完 真正的含义 推是动 是把它对方推动 得用各种方式方法 手是什么 是各种手法 嗯 各种手段 嗯嗯嗯嗯 用什么手段 把对方能给推动 嗯嗯 就是破坏的对方重心 嗯 各种方式方法 嗯 很多 啊 这方式方法呢 还得训练 训练的时候有基本功 基本功训练 啊 呃 还有运用的方法的时候呢 得吻合 啊 人呢 就是主要叫六合 嗯 什么叫六合呢 有内三合 外三合 啊 六合 八法 嗯 各种拳术 都是一样的 其他的拳术呢 叫做 呃 有叫散打的 有叫靠手的 呃 缠手的 名词不一样 现在咱们用的叫太极 推手 嗯 太极呢 就是对立统一 阴阳 嗯 动于静 大于小 嗯 就是以小力 什么四两拨千斤呢 嗯 啊 也是这意思 啊 还有借劲使劲啊 嗯 以仪待劳啊 嗯 这都是方式方法里面的 最主要的就是 外三合是手与足合 嗯 轴与西合 坚与跨合 嗯 内三合呢 是心与意合 啊 意与气合 气与力合 嗯 心是什么 就是大脑 有所想 意义呢 就去做 嗯 嗯 嗯 呃 这里边呢 呃 还得训练 什么训练呢 就是 上下相随 就是手脚的配合 嗯 上 只是由头到两臂 这样的 嗯 那个 下肢呢 就由胯 吸足 嗯 这个要求就是眼神先到 眼到哪里 手要到哪里 脚要到哪里 身法再到 就手眼身法部 嗯 不眼手法合 嗯 说的是容易 这是理论部分 啊 然后还得 呃 和实践相结合 嗯 这才进于道 嗯 所以太前这个理论是很深奥的 嗯 呃 属于道家 嗯 道家呢 就是老子 啊 道德经说 说道本无法 动即是法 哦 动 动即是法 所以叫推手 推字呢 叫推动 嗯 得到这样 就说不管对方 呃 怎么来控制你 嗯 你能动 就有法 嗯 没有一定的法则 啊 动即是法 哦 嗯 哦 这就是因为利用这个阴阳变化之理 阴阳变化之理 对 就是把我们练的架子 对 嗯 运用到推手当中 对 实际上就等于太极拳的计击 对对 意思一样 但是呢 这个 呃 很多人对太极拳的计击呢 现在都 不是很了解 呃 特别是对太极拳推手的一些具体的训练方法 要领呢 大家呢 还嗯 也都不是很了解 今 这回 我们认为就是啊 推手就是什么呀 推来推去 嗯 实际就这么个认识 是吧 真正的推手 这不是刚才讲了一下 推就是动 手就是手法 嗯 毕竟用手法 才能把对方给弄什么 我的理解是这样 嗯 是吧 这里边是包括好一种科学道理 嗯 物理的力学 嗯 呃 钢体力学 脂肿力三点 这容易做到 嗯 好 再高深的达到厂势 嗯 厂力学 嗯 厂力学是什么范畴啊 这个就是一个姿势组成 组成以后 使对方进不来手 嗯 厂力 嗯 厂力 嗯 那这东西就很深奥一些了 就啊 深奥一些 所以这次呢 我把这些个 由浅入身 啊 有基本的训练方法 基本训练方法呢 就是 定步推手 就是不动步 嗯 这个手的运转呢 是以手法为主 嗯 这还容易练 嗯 叫四正 叫旁 脊 旅 旅 岸 嗯 是自人练习 嗯 还有单手推 平远 还有立远 这是单手运转 还有双手运转 嗯 呃 都是运用这种的劲儿 旁 旅 旅 岸 踩列 走铐 这踩列走铐呢 就是活步推手了 哦 还有活步的推手 哦 哦 腾挪闪战 哦 哦 哦 腾挪闪战 今天我把这些个都要做一下 嗯 那你想我们初步学的这个难不难呢 也不难 你把这个道理懂了就行了 这里边好一种科学道理就是 首先是物理的力学 嗯 啊 就是重心问题 嗯 嗯 呃 里边还有运动生理 嗯 什么叫生理呢 你看小脑啊 小脑跟这个管重心的 嗯 你看体重到这个腿 嗯 这个小脑呢 你支撑 支撑以后 你看 这个腿动 这就稳的 都是很自然的 嗯 你要是如果这一想 就晃了 嗯 就是小脑 跟着支撑点 脑保持垂直 嗯 就是思想 思想 思想 都是思想意识 嗯 现在咱们就说的叫意念意念 就是这个哈 叫全凭心意用功夫 啊 这叫心理学 哦 在科学讲 叫心理学 嗯 心理学 心理学呢 挺简单 叫转移思想 嗯 这四个字 随机应变的 转移 运动生理呢 是改变它生理的结构 嗯 嗯 你要比如说 呃 这重心在这右腿 你还比如说意念呢 想这样够 嗯 这就偏了 你看小脑跟支撑点 嗯 已经倾斜了 嗯 嗯 倾斜就出于 重心出于体外 嗯 就你摄影线 出于支撑点的体外 嗯 这就不稳了 嗯 生理也就改变了 生理什么呼 呼吸先急促 哦 累得呵呵待喘 嗯 这是生理的变化 嗯 好 生理变化也要失败 一切都要把它 把它保持好 嗯 所以泰拳你看为什么要缓慢 嗯 这叫调膝 嗯 嗯 调节呼吸 休息的膝 嗯 休息的膝 是一呼一吸 为之膝 哦 把这呼吸器调节的匀称 是这个意思 嗯 这是生理学 运动生理 还有物理的力学 还有心理 啊 这两种运动生理 物理力学 都听通过这大脑来指挥 这是心理学来领导 里边还根据什么 哲理 就是阴阳变化之理 那就是太极 哦 现在一般的都不知道什么太 什么叫太极 太极就是阴阳 阴阳就是太极 简单一说就是 嗯 实际就是一种变化规律 对 变化规律 是运动 就是对立统一 唯物辩证 哦 就是科学道理 嗯 就是你这舒服 对方难受 对方一舒服 你这就难受 就这种情况 哦 这推击手来 才有这个时间的表示 嗯 那您看这样 王先生 那就这样 就把这个 具体的这个 初级的训练方法 比如刚才您说的 说是 定步的推手 这个单推手 什么 先跟我们 讲述讲述 对 好 哈哈 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